姐妹们来看看 一个高中生 一个初中生 一个小学生 放学晚餐吃什么 准备焯好水的排骨 加几片姜 加开水 把排骨炖半个小时 炖到八成熟 捞出来备用 再放玉米和胡萝卜 煮20分钟 加点盐和葱花 就是清甜好喝的 玉米排骨汤 锅里面把洋葱和蒜末炒香 放入排骨 加一点生抽 炒香炒上次 最后多撒些椒盐粉 或者烧烤料也行 排骨这样做软烂脱骨 小朋友吃光盘 肉丝加点蛋清 生抽老抽和淀粉 招拌均匀 再放点油抓散 热油里面加点盐 摇晃均匀后 这样肉丝就不会粘锅 把肉丝划散 放上切好的酒黄 大火炒一炒 酒黄炒肉丝味道很不错 爱吃酒黄的姐妹来试试 再做个凉拌海带丝 压缩海带丝 用开水泡发10分钟 沥干水分 加点蒜末和小米辣 葱花和辣椒粉 一点盐 生抽和陈醋 一勺热油炸香 再来点黄瓜丝洋葱香菜 搅拌均匀 脆嫩爽口又解腻 我的寒儿们来开饭了